各位觀眾,你好,我是梁錦祥,我是MyRadio的台長 我主持的節目是多到我自己都不記得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MyRadio是很需要大家長期和穩定的支持 這個支持其實要體驗在月費上面的數目 所以我就在這裡呼籲大家繼續交月費給MyRadio 特別是支持我個人所負責和有份主持的節目 多謝大家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香港早晨 主持,黃仁達,黃毓民 早晨,大香港早晨,MyRadio和《月事報》聯播,早晨節目 今天是11月21日,星期一,你們這麼早起床 今天就糧了一點 即是人家上班,又在這裡串下人 不是啊,我們要上班 我們四個何嘗,不是整個四塊神主派一樣 我們還早他們 有什麼好話 星期一上班是特別的? 是啊 但又說真的 跟星期二到星期五有什麼分別? 是啊 不同的 難道特別上班嗎 特別不能上班 這個是真的 否則就不會有星期日的黃昏招累證 就是這樣 當然你們又沒有這個招累證 即是湯姆和阿蓮 因為你昨天都已經在上班了 是 就是做這個 嘩,上班 嘩,上班 已經上班了 昨晚 嘩,提早上班 昨天好極 昨天好極 好極 你現在才回顧一下 昨天嘩,上班就很邪 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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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芳可以拿艾未掌握 就是這樣 那你自己找重溫來看 好看 好看 真的瘋了 這陣子也是多這些 是非 這些 化身 我只可以說 我今天看到一個最好笑的頭版 是甚麼呢 今天看到最好笑的頭版是東方 東方 東方就是那個 頂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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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 在那裡 東方劇 原來已經是螢幕了 消防醜聞 當然不是說這個 上面 感謝讀者支持 本部不加價每份 銀售7元 嘩 字頂啊 字頂啊 好像有好幾天是這樣的 蘋果日報情何以音 是的 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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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百元這麼貴 意思就是這樣 不要買了 你們 好了 那就是這件事 今天都是講一些頭條的 其實我看到有個頭條 還很精彩 文匯報 甚麼 中國崛起大動阿泰 大動阿泰 大動阿泰 阿泰 阿泰 阿泰區域 阿泰收共產黨錢 阿泰收共產黨錢 去APEC 阿泰收共產黨錢 阿泰收共產黨錢 大動阿泰 那就是我們就算是全宇宙 最厲害 我們都不會離棄阿泰 就是這樣的意思 當然是好 連習近平也祝福阿泰 當然是好 這個其實 他講甚麼都不是重要的 最重要是看川普怎樣做 就是往後的日子 對於亞洲的態度 對於亞洲的態度之餘 就是中國的態度是怎樣 但是習近平厲害 這個時候不放棄阿泰 保住耳直 踢回阿泰 是啊 是你了 今天開張 就是這件事 但是後面文綠報又搞阿泰 是啊 開張也要搞 今天他們辦事處開張 阿泰的辦事處開張 應該有很多 那些叫什麼 那些學名 類似間諜形式 解夢 大家食 大家食要解夢 還是聚首堂 元朗開大家食 我們做節目應該不能飛進去 如果你去的話 左右眼睫一下 這個這個 然後多些跟他聊天 就是這件事 好 頭版不講這次 講了 明報獨家 應該是自己做 他沒有寫是獨家 就叫一個偵查報道 所以你說偵查報道多麼重要 可以做頭版 多麼偉偉 明報是 有時有的 那今天就有個名報頭版 那個title就是 六日速批 華永會三千萬捐青少年軍 這樣 有太多的檢社 你不知道青少年軍是 究竟哪一個青少年軍 你說如果是 熱血少年軍 可惜事實上就並非如此 這樣 那個狀況就是 這個劉光華一身三職 就是會 其中牽涉的就是華人永遠墳場委員會主席 批這個三千萬給這個所謂 捐給青少年軍 是什麼青少年軍呢 就是這個 梁振英和梁太 之前就是所謂成立的 阿龍蝦 阿龍蝦就做渣旗的 這個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這個就是華永會 華人永遠墳場委員會 就特別批了 極速批了三千萬 單一批捐款 就給這個所謂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我還是讀一個全名好些 大家誤解了其他東西 這個體力的事情 就是非比尋常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劉光華一身兼三職 一就是民政事務局局長 二就是華人永遠墳場 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三就是青少年軍總會的榮譽顧問 那如果你看回整個 這個三個派對 這個三個機構 那個連繫 劉光華連繫了 而整件事就是 青少年軍去申請華人永遠墳場 那兩邊他都是 有個職涵的 就是申請華永會的贊助 那就因為榮譽顧問是劉光華 資助 而華永會的主席又是劉光華 就覺得有自己批自己的嫌疑 沒錯 而有幾方面的 但我記得懷疑他們兩邊都沒有開會 不是啊 主席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那裡是有開會的 因為要他在處 而這個關於這項的批闊 這個批核這個款項 是並沒有任何投票的 原因就是在會議上 原因就是因為在會議上 沒有人反對 所以不用投票 一次通過很輕鬆 那有幾方面 一就是為什麼這麼短時間 講短時間是講前後那個 申請和批核的時間 相隔只有六天 七天工作天都沒有 真的厲害 另外六天審批 六天就批核 真是快 不知什麼錢 Anjalia也不夠 那客人費三千 費三千萬 我不是開玩笑 遙距申請的 這個是特快規格 你看到龍蝦拿了身分證進去 然後突然出來 哇 找了卡數 就可以壞了 很開心 拿著手機批核 轉圈 兩隻龍蝦夾圓 一大抽袋 然後劉剛說 巧手 哈哈笑 然後就說 一就是六天批核 極速 二就是單一款項 都是比較大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看報道來講 寫著這個2014年 華人永遠墳場委員會 這個總捐款額 在2014年是2100萬 而這個2100萬 牽涉到92項的項目 其實如果3000萬一個款項 其實真的 可以說是特例 而這個特例 亦都是在這個所謂 叫做 批核給他 是一個所謂的特別批核 即是特事特辦 簡單一點整件事說 因為這個 除了這個款項之外 其實之前 之前已經是有一個 關於青少年軍總會 是已經有一個 叫做幾不尋常 或者幾特別的一個批核 這個批核關於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 學校的一個空置校社 給他拿來做訓練場 來用 而這個訓練場 他們拿了 在12個競爭者之下 去脫榮而出 然後有說到 他們會用6000萬 來翻身去做 而這三千萬其實就是 在那六千萬裡面花的 哇 好多了 是啊 很欣賞 其實有訪問過 《明報》本身 他就說 為什麼叫做一個偵查報道 各樣呢 因為收到一份 機密文件 那份機密文件 就是牽涉華永會 裡面的秘書處 那些信件 那些記錄 顯示得到 是有這個款項 批了出去 而呢 民政事務處的發言人 因為劉光說沒有回應到這件事 就是記者去出直公開活動 去打咪他又不理 完全不回應 那另外一個 問回民政事務處 那民政事務處的發言人 是證實了 是有這個款項批了 就是這個是事實來的 肯定是 不是吹風 不是什麼 那一個狀況就是 因為他明報收到一個所謂的機密文件 所以就叫做一個偵查報道 整個情況就是這樣 好了 說回報道裡面 其中他裡面有訪問 所謂之前批校舍12個申請團體 其中幾個團體 其中有一個特別抽出來 因為我覺得幾代表很多團體的那種感受 我們聽一聽錄音 一些驚訝吧 當然是優待的 但是又 這個民政局也是一個政策局 那些青年的政策都是由他們定 和資源分配都是由他們定的 政府非常支持青少年軍 那這個來講 如果政府是這麼支持他的 這樣 我們 就是這麼人離言輕的 那你叫我們 怎樣呢 我們 我們 我們只能夠 接受那個事實 剛剛聽到一個錄音 就是那位朋友 那位先生 就是姜柏松的 他用什麼身份接受這個訪問呢 就是這個少年領袖團的總參 總參試 他是其中一個之前申請的校舍團體 其實你聽到 他今次有這件事之後 記者再問他們這些之前落選的團體 其實之前落選已經覺得不太狂了 因為其實 這個所謂的青少年軍總會是一個很新的組織 是 你跟這些 其他所謂的11個之前落選了這個校舍 校舍叫做申請的團體的話 相距的所謂連資 差很遠 那你憑什麼呢 那就是憑龍蝦 因為他申請 九龍灣這個 其實在我們旁邊 申請這個青少年軍的用地 原本就是一間學校的空置地方 呂名財 那當時就是公開 所以大家入籍去用這個前校子 那除了這個龍蝦的青少年軍之外 就是有少年領袖團 和基督教少年軍 那都是一些制服團體 那如果基督教少年軍 就簡直是更加歷史悠久 那就算少年領袖團 都已經是超過20年的歷史 20多年 但是聲不聲呢 就被這個新開的龍蝦青少年軍 就自足先登 大家都在入籍申請的時候 就被他先行拿到 就是這樣說 如果很客觀去說這件事 這件事是挺不合理的 就算不客觀也不合理 因為我想說這些入籍申請 拿個地方用這些 只有大家都是這些叫做制服團體 就是這樣的團體之下申請 坦白說到最後都是 其實是誰慘的 就是誰久一點 或者誰窮一點 其實是排椅子的 就是道理就給你 尤其是難得有個好的地方 就是政府都決定了 將它交給制服團體 去當作一個訓練場地 其實因為在九龍 又是一個不小的地方 以及本身已經是一個校舍 就是有一個基本的架構在這裡 起碼有幾層樓 有建築物 已經省了很多錢 所以其實你說 其實批了地 是嚴重過 我覺得兩樣都十分嚴重 兩樣都十分嚴重 你這個團體出來 究竟實質可以做些什麼 或者在我們的看法 你簡直是等同 好像培養熊嶺根的 熊衛兵 熊衛兵 類似好像培養熊衛兵 這樣的基地 感覺上是這樣的 但是你 第一 你好像剛才特意找出來 阿姜先生的訪問接受 他都覺得很無奈 剛才說了 整個二十一年了 他自己的團體 就是我們這些人微言輕 沒有辦法 聽起來真的很算 他都告訴你 他都是無奈 就是這樣說 難道這些團體 不建制嗎 或者對於建制 對於建制 有一個反對聲音也看不出來 但是 有時候 都是被人欺負到上心口 他都回應兩句 你都 你都是抵死 哈哈哈哈 不不不不 不知道 這樣說法又不是很好 都是抵死 我不覺得他們過往有什麼特別的政治表述 特別好的 雖然感覺不對 雖然感覺不對 你只是制服團隊 未必需要一定要政治表述 不是 意思是什麼 其實為什麼 我想問一下 你本身 之前你也提過 其他的話題 譬如你的社工 不同的NGO之旅 去欠這些 資金 那樣東西 是要做的 但是 狀況就是 你有很多老牌NGO 突然殺出一個新NGO 然後搶了一些 大家本身一向 一向融開的資源 其他那些老牌NGO 要不頂氣 那就頂 那其實 我想說那個說法 是跟剛才那個 金馬祥說的一樣 是無奈接受的 但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其他 譬如NGO那些說 會不會嘗試搞糟他 搞糟那個新NGO 我會啊 會啊 狀況是這樣 在NGO那個行頭 這樣說 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但是這些完全 我這些沒有 完全吃光了 你沒有什麼互相瓜葛的 你搶給生意 還有都是那句 難得有九龍灣 一個這麼好的 一個前校 只可以做到一個基地 是對於這個團隊 所以六千萬翻身也會 不是開玩笑的 那個都是後話 就是便宜便宜 但是地這間 有時沒有就是沒有的 還有它有一個這麼方便的地方 始終都是一個制服團隊 都是想年輕人好 撇除政治這樣說 當然他們未必有很大的政治立場 都是這樣一個團隊 如果它擺放百泥 那怎麼辦呢 誰來參加 還有這樣說 可以養得到一個制服團體 繼續發光發熱 都是靠有沒有人參加 有沒有人參加 所以 還有往後 其實你過得少少時間 可能四五年 這個所謂龍蝦青少年軍 還有再新一代的年輕人 就不知什麼事了 就是不會知道 因為它很容易淡化 就是很容易淡化 就會變成一個普通的制服團體 是呀 紅十字會 剛才說的 嬌教少年軍 還有少年領袖團 然後又可能混合 文朗隊 是呀 同軍差不多 還有與少年軍 這樣就糟糕了 這樣就糟糕了 怎麼少年警訊 是呀 少年警訊 就是你混合 然後它淡化 成為一個 差不多的一些 青少年制服團隊 你要知道家長又很樂事不必 推這些小孩子過去 又可以當作訓練一下 又見你假期沒什麼 再推你過去 又好像不會學壞 托兒也好 不過這些大一點 起碼不能從街外走 然後有一套制服 那些學生歌又覺得喜歡參加 但我又覺得他未必 就算 如果你說幾年後 講到幾年後的狀況 是否真的完全能夠 叫做磨平了 這個所謂 梁振英 或者龍蝦那種角色呢 可能磨平了這個 但是所謂政府 承認他們 或者是 這個是 好像一種階級 你明白嗎 這個跟官有關的 這個團體 這個團體跟官有關 你進去可能有助理 之後的試圖 我覺得這個可能會鳴聽 對於學生 未必很大這個想法 家長 即是沒有 即是沒有 即是你就會 你就會 留意 留意看看 這個青少年軍 看看他的大粒是誰 或者哪一個出來 承認這件事 即是誰是代言人 即是你劉光華說 這次去這個 即是現在所謂的 民政事務局的發言人 劉光華本身有很多不同職涵 有什麼什麼榮譽顧問 什麼什麼榮譽主席 手下一群 所以你現在有這個 所謂青少年軍總會 他作為一個榮譽顧問 實在是沒有任何所謂實質的職務 誰沒有實質的職務 劉光華 即是沒有實質參與他的事務運作 意思是這樣 因為他榮譽顧問 是的 他的講法是這樣 所以他就覺得可以避嫌 可以就算 所以就算華人永遠 所以他作為一個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的主席 他在這個事項 在會議上 在這個事項 他不需要避職 OK 因為就正是 因為他只不過是一個榮譽顧問 在這個青少年軍裡面 即是助手交流手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其實你是令人很好奇 這個所謂為什麼叫特別批核的事情 你看看那個說法就是 剛才說過 本身2014年批的2100萬 total的款項 2014年華人永遠墳場委員會批出來的款項 是包括92個項目 但是另一個資料就是 其實他們本身有一個所謂限限的 關於單一項的項目去批 是300萬的 所以為什麼它是3000萬一個單一項目 是成為一個所謂特別批核的意思 除了特別快之外 特別多錢 我想問他 除了錢 地那裏都是一個突快批核 地又不關華應會的事 地又不關華應會的事 但都是文稱高的事 當然不是 也是 都是文稱高的事 你的立法統合 是啊 所以根本對殺害仔很開心 那批地就不能說不關頭江華事 我剛才跟他講了半句話 就是你可能不開會 或者你榮譽顧問真的沒有什麼做 或者你未必牽涉當中 其實不可能不牽涉當中 但地就真的走不掉 我看地比較重要 地不是真的多 還有沒有理由不經理 那麼大大地要批 好了另一件事 我不知道報章有沒有說 他這個錢 三千萬華應會的批錢 有沒有說明過年限 即是說給你用多少年 或者有沒有再續再申請 因為這是單一的 這個就沒有 這個沒有特別提及到 你剛才所說的 因為以我的認知 華應會如果能夠說 因為我申請華應會的錢 就是 以我的經驗不是很容易申請 即是相對 相對區議會 相對公益金來說 它會比較鬆手 那如果是單一 有可能是一個 只可以申請一次 即是一炮過的錢 即是不能夠 譬如我在搞一個A的項目 然後搞了三年 發覺它可以再搞 延續下去的時候 我用同一個名義申請 就不行 這個就有些似是 如果這個很明顯 純粹是那個裝修費 所謂那個翻新費用 即是六千萬裡面的一半 當然今次特別的地方 除了特別快 另外就是錢是高額 因為華應會一年 都是批兩千多萬 這裏還是九十二個 一炮三千萬 今次一炮搞三千 我之前申請十幾十萬 大佬寫得很混蛋 即是六十幾頁 有啊有啊有啊 不是這個申請都是有六十頁的 那你在報道裡面 有一些團體就質疑他這件事 不過這個我就不是 那麼認同的質疑 就是其中其他一些團體就會質疑 你在批了學校的校舍 空置校舍給你用 之後呢 這個青少年軍總會 就同一天 就已經預備了六十頁子 去華永會那裏申請 那他們覺得就有預謀有性 那這個你當然說有預謀有性 你可以說得通 但是另外一方面 那我多一手準備 你都是講得通的 是 如果計算這個所謂青少年軍總會 多一手準備 你都是講得通的 所以這個挑戰就一般了 我覺得就不可以作為一個說法 但是你如果說到青少年軍總會主席 陳振斌自己有出來講過 他自己在接受明報訪問 就覺得基本上都是那一句 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按一般程序做而已 無關事的 這是一般程序 而陳振斌他自己聲稱自己 以前都坐過華永會的 就是坐過華人永遠奮唱 管理委員會的panel 就是坐過這個委員會 他就覺得不斷批的 我之前都坐過華永會 他就這樣說 他就這樣說 我之前也試過大批 都有大批 即是大額去批 批給自己人 批給一些組織 是的 批給自己組織 他就說 但其實沒什麼資料實證 就說保養局 也有批過的 覺得其實是很稀疏平常的事 沒什麼特別 劉光華D個多場所 他真的是一抽 他真的是很多種身份 看回劉光華 其實還未退民建聯 他是一個所謂贊助會員 贊助會員是什麼意思 在民建聯的定義裡面 他有兩款會員 一個叫選舉會員 選舉會員一個叫贊助會員 贊助會員其實沒有投票權 意思是在民建聯裡面 即是黨外沒有投票權 但是我想說 好像叫做這些最老套的說法 潮裡有人好辦事 原來可以這樣批來批 這當然是牽連十萬 民政事務局底下有幾多個 類似華人委員會 華人永遠墳場委員會 這些基金這些panel 他有很多的民政局樓下 剛才說你批來批去 現在所有委員會 全部都是表態效忠捐些錢過去 大家鬥拖的時候 看看日後有些什麼 可能在政策上有福利給他們 或者甚至這樣說 基本上你劉光華這樣批給自己 左手交右手的時候 他說沒有利益衝突 但是桌底裡面有些什麼 你都不知道 說真的這樣說 是不是 我想說 我想說這件事 我想說這件事 都 不成文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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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已經十年了 至少 點子 就是這一種 譬如湯姆問開我關於NTO 關於批錢這些 然後我想一下 其實 其實那個政治風力 是越來越嚴重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譬如現在所謂特首選舉委員會 這個選委會 為何那麼多不同團體 一窩蜂走進去 除了所謂泛民要爭取所謂300席 去有話語權之外 就是 喂 你這些這樣衝進去 你選委員會只有1200票而已 你就是只有1200人有票而已 喂 就是 物以罕為貴 你就是有 就是有 就是有 就是有價值 是不是 那麼價值怎麼彰顯出來 那就不知道 是不是 我又沒有什麼實質證據去說 就是說現在 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你說好像這些偵查報道 其實你說這件事很大嗎 又不是 但是 就是偉偉 這件事 這件事他 怎麼說好呢 他一個例子 如果你說他大不大來說 坦白說 你說辣不辣到民生事務 令到大家今天上班 少了一塊肉 他不會 因為說真的 這幾千萬在哪裡來 大家都 都 就是華人永遠墳場 不是的 華人永遠墳場 這塊錢又在哪裡來 沒有理由是你千蘇幣賣歸幣賣回來 很可能都是一些捐助 那些捐助從哪裡來 有沒有可能 華人永遠墳場 他的收入是年年增增的 因為他現在把那個 所謂那個 那個 那個 華人永遠墳場 那個條例 修改了 令到他那個 門檻低很多 就是很多 多了人可以去使用這個 這個墳場 那麼他的收入是多了 這個當然是從 不是 你不是賣骨灰或賣了幾千萬 當然是賣了幾千萬 但是他不是全部拿來做捐助 有很多都是別人的捐助 那個捐助背後是什麼 那個千屍萬鈕 而這個不是 只是一個大例子 而是 你那個指控更嚴重 什麼 不是這樣 你那個指控更嚴重 我懷疑 就是我留一個問號在這裏 我留一個問號在這裏 而且那件事 你這樣想 就不會去到這裏 就是那樣的反而 那個嚴重的 是看到整個 那個千屍萬鈕的問題在哪裏 就是譬如政府 而這個是一個導入意識形態 一個嚴重的一個舉動 就是 剛才我講 只要我講過十年 你說的表不表忠 這件事 會不會引致到一些 批款項的問題 這件事實在是 怎麼說 其實很中國人的 很中國人那種 你要有一個意識形態的表忠 向共產黨的表忠 然後你就 那你就有機會生存到 是啊 有一些款項的 因為這件事也受制於 這些需要靠捐款 或者NGO營運的模式問題 就是由一筆過撥款開始 影響到其實那個 各自現在的營運的團體 獨立性的問題 然後大家 就趨向了大家 成為寫報告很厲害的一班人士 然後其實寫都是 你說要靠寫得厲害 你就申請到錢 到今天都不是 都不是 到今天就是靠握手 跟誰朋友 那種狀況是這樣的 好像你熱血少年軍 那樣 就算我們有人 可以寫報告 寫得天花六層 很厲害的 但是你都不可能 拿到任何相關的 類似這些分定 沒有可能 但是你說他本身 要去少年軍 那個是一個 整個都是身心康泰的 都是制服團體 對清少年 我們都有政治意味 坦白地說 但這件事 我們因為 因為落黑清少年軍 而出現 而那件事不好的地方 就是你連一些這樣的制服團體 你都要賴有政治 是挺不香港常有的 一些既有的文化 我想說 就是過往 大家都不牽涉政治的日子 去到今天不是 大家都不牽涉 現在變了 都去到很深入 那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當中共的魔爪 這樣滲入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動用到政府的資源 他的系統 去以錢去勒住 都不是說利有 利有都發財 有錢的錢 現在說勒住 利有不能享用這個錢 或者其他資源的時候 都不是說這個清少年軍 是不是會得到地和錢 現在就只見到另外兩個制服團體 就得不到那塊地了 那樣東西他也是顯示 十一個制服團體 當然了 入市 比較多的港際基督教 少年軍和少年領袖團 另外十幾個 他某程度都是顯示了給你聽 下車回歸晚會 那些七十 派一百幾天有站也好 那樣子 那樣子 鬥馬 不只派人站 要跳舞 呼呼 很棒 那些人來支持 但是紅領袖更好 那樣子很可惜 去到往後的日子 如果連那些都抓到 這麼政治化的情況 你說作為家長 真是無奈 那你說 遲到同軍 紅十字會 是啊 遲些都抓到政治 就糟糕了 那些都 那件下疑的 是啊 那沒有說已經 是不是這樣 因為 你問我 這宗新聞最令我感觸就是 為什麼《明報》都有偵查報道 《明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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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時候貼連結了 貼連結了 貼連結我不會說 下一集回來再說 好